这里是两只不同品质的养殖虾 一号和二号你认为哪只更好吃 有兴趣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猜一猜吧 各位好我是蜜达叔 有位网友问我为什么有些进口的养殖虾那么好吃 味道堪比海虾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养殖技术非常先进 今天的这个视频除了回答这个问题 还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的养殖虾越来越难吃了 我们先暂且忽略虾养殖的过程 从结果的对比来开始说吧 正好像前面那位网友提到的高品质养殖虾 我们这里也有 现在我先带大家去菜市场 去把那两种不同品质的虾买回来做对比 顺便也带大家去看看 他们的出售方式和价格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里有个集市 附近的农民每天一大早都会过来 摆地摊卖各种菜和水果 偶尔也会看到这种土壤鱼虾混养的南美白对虾 非常的好卖 有时候早上八点之前就卖完了 今天这种大概五十头一斤的卖四十块一斤 附近还有一个每天都卖吃掉虾的小摊档 同样是五十头左右一斤大小 卖二十块一斤 老板看到我买过架虾了 一直跟我说 核桃的平衣虾是一个品种 没有必要多花那些钱 我只能笑笑 因为品种是一样 味道可骗不了人 朋友们 两种虾我都买回来了 趁它们还新鲜 马上做手 对比给大家看看 我那些关于好虾怎么养出来的废话 我们吃了这些虾 再说 好 各位朋友 虾已经蒸熟了 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这两种虾是同一品种 都是平时我们大多数人吃的南美白对虾 左边的这一只是二十块钱一斤的鲨鸟虾 右边的这一只是四十块钱一斤的土糖散染虾 大小差不多 价格差一倍 这两种虾我是同时下锅蒸同时出锅的 现在看来 左边这只便宜虾的缩水情况明显要严重一些 这说明它的含水率比较高 虚胖 没有右边的这一只肉质结实 把虾肉扒开 可以看到 便宜的这种虾尝道里很多便便 说明它衣食无忧 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吃 而贵一些的这种虾尝道要干净许多 不像是吃料虾 不管怎么样 味道好不好才是关键的 试试两次看看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便宜的这种虾口感比较嫩 没有什么鲜味 虾味比较一般 这只桂架一点的虾口感很弹牙 咬起来很爽 虾味也比较浓 但连它虾头里面都有不少的肉 口感和味道都剩了一筹 不过这种桂架虾的鲜味和鲜料虾 其实是差不多的 并没有很出色 各位不同品种的养殖虾差别在哪里 已经对比完了 现在我们回到视频开头 内网友的问题 其实在实际上正好相反 我们才是养殖技术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 我认为虾养的好不好吃 和科技发达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而是和愿不愿意养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事情 从我们平时吃的鸡就可以判断出来 广东人把农民散养的鸡叫做走地鸡 大家都知道走地鸡好吃 可是生活在城市的我们 仍然很难买到 更何况是这种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走地下 别看这种走地鸡 今天好像很好卖 那是因为现在是禁鱼区 有点市场而已 喜欢吃虾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过了禁鱼区 同样的价格 吃真正的海产 大小差不多的麻虾 它不香吗 四个养虾的人都知道 虾好不好吃 取缺于养殖的盐度 养殖的周期 还有养殖的水质 但是他们也知道 虾是按个头大小定价的 要做好这件事情 意味着付出的成本更高 但是来收购的人 也不会因此给更高的价钱 没有人会管你养的虾好不好吃 我们有时候吃的养殖虾 没有海埔的味道鲜 是因为很多人 都不愿意用海水来养殖造成的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现在我们吃的不少所谓海虾 并不是海里抽水 到虾糖里养殖的 而是抽淡水 再调味出低延度的 还原海水来养殖的 水产养殖不同于畜牧养殖 虾的病源 是可以随着养殖排放 在海里传播的 养虾越发展了越久 海水里的病源就越多 抽海水来养虾 发病的风险就越高 用淡水的养殖 不但可以隔离病源 相同的养殖周期 在健康的黄金下 虾也会长得快一些 大一些 但是这样做 要牺牲味道为代价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 南美白鹿虾在内陆 已经不少人在养殖了 也就是说 很多人现在吃到的 已经不是海虾了 大化养殖技术 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 未来虾会越来越不好吃 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吃出来呢 当然了 我说的也不是绝对 海边很多养殖场 目前还是在用海水养殖的 今天我吃的这些 走地虾鲜味不足 也是因为它在土糖 养殖颜度太低造成的 看到这里 话又说回来 您会不会 喂这种口感更好 虾味更浓 但是虾味一般的走地虾 多付一倍的价钱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说不定您的一个决定 会被行家们看到 改变养虾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用 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蜜大叔 再见 再见